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山区华人基督教会,坐落在澳洲悉尼的西北边。 教会设有国语、粤语和英语崇拜。 虽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但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都成了一家人。 由于疫情的发展,教会的所有活动现在都已改为网络聚会。 我们诚意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在网上敬拜主,详情请见教会的网站。 接下来,欢迎您收看我们这周日的讲道录像。 愿主赐您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又继续来研读马可福音。 题目是《是主,不要怕》。 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求主预备我们听到的心。 慈爱的圣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 谢谢你将你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 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 谢谢主,我们诚心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恐惧对于我们可不陌生。 大人怕失败,怕受苦,怕疾病,怕未知的将来。 小孩子怕黑,怕迷路,怕打雷闪电。 相信弟兄姐妹,你也一定有过害怕的经历。 我自己就有过一次。 不过奇特的是,整件事并不是以害怕开始的,而是以不要怕开始的。 那是在2005年的时候,根据我的灵修日记,那天是3月21日,我那天读圣经的时候,眼睛就被不要怕的经文而抓住。 自从那天开始,奇怪哦,不论是灵修,还是按自己的读经计划,还是为了工作预备查经,甚至别人送给我礼物,一个相框,我打开之后,上面的经文都是不要怕。 有的是以不要害怕出现的,有的是说不要惊慌。 那这一类的经文一直出现,有时候一天会出现三四次,甚至有一天出现了七次。 为什么叫我不要怕? 神对我说了这么多次不要怕,那你说我是怕,还是不怕呢?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七个礼拜,到5月16日的时候,我的车就被人撞了。 整部车子爆销,Total Loss。 但是感谢主,车上的三个人都毫发无损。 更奇怪的是,车阔之后,不要怕的经文就不再出现了。 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不要怕的经文,是主对他的门徒说的。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们为什么害怕呢? 让我们一同来看这段圣经。 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经文说,他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他看见门徒,应风不顺,咬路很苦。 天快亮的时候,他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想要超过他们。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甚为惊慌。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 于是,他到他们那里,一上船,风就停了。 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 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人为何会害怕?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是哪七情呢? 七情指的是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活动,分别是喜、怒、忧、思、悲、恐、惊。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惧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进入应急状态,通常是有两种状态。 那身体的应急状态,可能是应战,也可能是逃跑,fight or flight。 也就是说,在面对恐惧的时候,人们往往要衡量对方,到底我是要逃呢? 还是去一决死战。 恐惧其实也不光是一个心理上的活动,也会让人产生生理的反应。 比方说,心跳会加快,血压会上升,甚至会出汗,发抖。 那恐惧呢,也会分许多种。 有专家说,那种突然被吓一跳的,和那种久久挥之不去的恐惧呢,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突然被吓到的是,在冷不防的情况下,受到了惊吓。 而后面的恐惧,那种久久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是和大脑当中的形象、想象力、记忆力分不开的。 但是有时候,这两种害怕是可以同时出现。 今天的经文,说到门徒在夜间行船,忽然看到耶稣在水面上向他们走来,他们就惊恐地叫了起来。 这种害怕,既是突如其来的,也是和他们大脑中的想象力、记忆力分不开的。 在第49节,经文说,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门徒不一定真的有见过鬼怪,可能以前有听过鬼怪,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就和头脑当中从前的记忆力、想象力结合起来。 于是产生了惊慌,害怕,甚至怕到喊叫起来。 但是,耶稣是鬼怪吗? 当然不是。 耶稣是爱他们的主。 看到门徒咬鲁很苦,特意向他们走来,是为了帮助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考门徒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时候害怕,不是因为真的某件事情可怕。 而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害怕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再加上了错误放大的想象力。 从前,我服侍的一个教会里,有许多中国来的留学生。 有一次,一位小姐妹和我说起她毕业之后的方向。 她说,她来到澳洲之后,发现现在读的专业在澳洲并不好找工作。 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很难办在澳洲永久居留的身份。 如果办不了永居身份,就没有办法接她父亲也来到澳洲团聚。 如果没有办法接她父母来澳洲团聚,那么她来澳洲读书就等于白来一趟了。 一想到来澳洲就是白跑一趟,等于就是劳民伤财,她就感到非常的沮丧。 而因为这种沮丧,别说上课了,就对整个生活都提不起劲了。 请问,这位小姐妹的沮丧有道理吗? 从她的角度上来看,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 她觉得专业在当时候澳洲想找工作非常困难,这是事实。 但是因为找工作的困难,而延伸出去后面一系列的推算,就给她产生了可怕的效果。 乃至于她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开始申请拘留, 还没有为爸爸妈妈的这个申请团聚来做准备的时候, 就已经被自己的担心害怕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当时候给她的回应是,先专注做好眼前的工作。 既然当时候她应该专注的是学业,那么就好好学习, 在尽力之后把结果交在主的手上,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当然我们看环境, 确实很不理想, 但现在并不是现实环境压垮了这位姐妹, 而是她后面的演算推理压垮了她。 这种演算的结果, 把她压得动弹不得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单纯由客观环境来决定的, 更是由超过环境的主来定义的。 倘若现在学业受了影响, 毕业都成问题, 那还谈何其他呢?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我可以很开心地告诉大家, 这位姐妹在毕业后顺利找到了工作, 不但申请到了永久居民, 而且已经入籍成了澳洲的公民, 而她父母的申请也在排期当中了。 我们要思考的第二点是, 害怕是坏事吗? 对于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回答? 有人说, 害怕当然是坏事, 如果人生中不会经历害怕, 天天都平安喜乐, 那该多好啊? 还有人说, 害怕是懦弱, 胆怯的象征, 基督徒不应该害怕, 我们有主做依靠, 害怕就是你对主没信心。 那让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 在马可福音的六章四十八到五十节, 经文记载耶稣看到门徒的苦旷, 就在海面上走过来, 但是门徒们以为耶稣是鬼怪, 就惊恐地叫起来了。 虽然门徒明显是认错了耶稣, 才产生害怕, 但这个害怕是否真的不好呢? 其实不然, 因着他们的害怕, 惊慌, 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对他们说,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有主的这句话, 在今日我们读经的时候, 就更加能够认识到主的权柄和神性。 昔日因为门徒的害怕, 反而彰显出主的权柄和大能, 那今日让我们读经的时候, 就能够大得益处。 我们也可以借着门徒的害怕, 来反省一下自己。 我现在有没有害怕? 我是因为什么而害怕? 主有没有看到我的害怕? 当主看到了我的害怕, 他是否会置之不理, 还是会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身边? 当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和门徒一样, 会心里愉弯不明白呢? 出埃及记记载, 神颁布十戒的时候, 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 而且号角声非常大, 百姓看见、听见就害怕的发抖。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节, 摩西是这样对百姓说的,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这里我们看到百姓有没有惧怕呢? 有惧怕, 但是摩西教导他们, 你们不要怕这些雷轰、闪电、密云的自然现象, 而是要学会怕上帝, 敬畏他, 因为怕上帝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保守我们不致犯罪。 是的, 人如果不害怕得罪神, 就会很容易随便地去犯罪, 而犯罪最终是导致自己受害。 因此, 我们在这里发现, 原来害怕还有这么大的功用, 不过, 我们要懂得害怕对的对象, 那就是不要怕自然现象, 而是要学会在心里面尊主为大, 敬畏上帝。 基督徒会害怕吗? 当然会, 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 说到使徒保罗提到和同工在马其顿服侍的时候, 身体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这番话是使徒保罗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 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可是在他遭遇内忧外患的时候, 他也感到恐惧。 但是保罗说, 在恐惧的时候, 他得到了神的安慰, 也得到了主内弟兄的安慰。 惧怕, 表面上看是不好的事, 但是借着惧怕, 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 更加认识自己, 也更加认识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 惧怕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一个经历神大能的机会, 也经历弟兄姐妹关爱的机会。 这些经历在日后想起来, 会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那么, 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害怕呢? 在诗篇55篇, 诗人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恐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圣经。 诗篇55篇4到8节, 经文说, 我心在我里面, 甚是疼痛, 死的惊慌临到我身, 恐惧战惊归到我身, 惊恐漫过了我。 我说, 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 我就飞去得享安息, 我必远游, 素在旷野, 我必速速逃到闭锁, 脱离狂风暴雨。 在这里, 诗人说, 倘若他有翅膀像鸽子, 他就要飞去, 要逃离, 逃脱狂风暴雨。 但是逃避是最好的办法吗? 不是, 诗人接着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这个更好的办法, 第一样就是祷告, 求主。 我们接下来看, 在诗篇55篇16到17节, 诗人是怎么说。 在这两节圣经当中, 诗人呼喊神说, 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我要晚上早晨, 晌午, 哀声悲叹, 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这就是诗人向主发出了祷告。 那么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节圣经。 在第二十二节, 诗人说, 你要把你的重担谢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原来祷告的结果是, 诗人不但战胜了自己的恐惧, 而且他有信心, 发出了这样的宣告。 这个宣告就是, 神必抚养我们,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这样子的宣告, 带着信心, 带着鼓励, 安慰了其他处于惊恐, 忧虑当中的人。 二次大战初期, 有一段时间, 英国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 德军占领欧洲西边一半, 开始天天轰炸英国。 有一天,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全国人民讲话, 说, 目前我们处于最危险的状况, 我是首相,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渡过这个难关。 唯有一样,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谦卑在上帝面前, 好好祷告, 或许我们有机会渡过难关。 于是那时候, 英国百姓同心谦卑, 认罪悔改祷告。 奇迹竟然发生了。 在一夜之间, 希特勒改变作战计划, 从法国西海岸抽出了50%的军力, 移到东边, 开始对俄国作战, 然而从此却陷入了东战场, 无法抽身。 英国则保全了全国人民。 这就是祷告带来的大能。 祷告除去了他们的恐惧。 处理害怕的第二个办法是不受挟制。 恐惧、害怕是人之常情。 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恐惧, 而是在于你是否让恐惧完全控制你, 主宰你, 乃至于你成了恐惧的奴隶。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我刚才说过, 在05年的时候, 我曾经一连七个星期都在读经中反复看到不要怕的字句, 我确实也害怕过, 我还记得在刚开始看到不要怕的经文的时候, 我就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我按照日期, 把看到的这些经文处处都记下来, 然后我就会去数, 一共出现了多少次。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 这样做是让我更害怕, 因为我每天都会在数, 哎呀, 已经出现第十九次了, 第二十次了, 第二十一次了。 经文越是叫我不要怕, 我把自己弄得越是害怕,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不再去数出现了多少次, 也不再去记录经文出现在哪里, 如此, 我是为了拒绝自己的心思意念, 给害怕所控制。 倘若你有两只小鸟, 一只叫做平安, 一只叫做恐惧, 那么你越给恐惧的小鸟喂食, 它就会越长越大, 最后你听到的都是恐惧的鸟叫声, 但是当你越信靠主, 给平安的小鸟来喂食, 你就会越拥有平安的声音在你心中, 要投喂哪只小鸟呢? 这就是你的选择, 当你智觉让恐惧漫无边际的滋长, 当你智觉让你的心思意念, 情绪随着害怕去周游世界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向平安跨了一步。 处理害怕的第三个办法是数算主恩, 说到害怕, 我知道我们现在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就是疫情, 关于疫情的数据, 疫情的措施, 各个国家的做法, 来自各方各面的报道, 评论, 争执, 铺天盖地, 这些我就不说了, 疫情的确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害怕, 也许程度各有不同, 但是害怕的情绪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否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疫情? 圣经里有这样的一句话, 记载在《帖撒罗尼加前书》,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经文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圣经说, 要凡事谢恩, 那么, 为好事谢恩, 也要为坏事谢恩吗? 有一本非常经典的基督教见证, 叫做《密室》, 说的是彭克利女士和她的姐姐在二战的时候逆藏犹太人的事, 他们是荷兰人, 但是当密室被人发现后, 他们和犹太人一样被关进了集中营, 在集中营, 他们的房间有好多跳蚤, 咬的人又红, 又红, 姐姐坚持他们要为跳蚤感恩, 因为圣经说, 凡事谢恩, 为跳蚤感恩, 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当他们用感恩的思路去思考之后, 发现, 哎, 真的是要感恩呢? 因为房间有跳蚤, 德国的看守不敢过来他们这边的房间巡视, 乃至于他们可以顺畅地在房间里祷告读经。 各位弟兄姐妹,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疫情而感谢主什么呢? 意大利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因为疫情, 游客们都不去观光了, 当地的人也都躲在家中, 结果一直深受污染困扰的威尼斯运河变得十分清澈, 也就是最左边的这幅图, 清澈到竟然能反映出上空的蓝天了, 中间的这幅图呢, 竟然让我们看到河里面有小鱼群在畅游了, 还有呢, 白天鹅也回来了, 在运河里双双游泳, 当地的居民表示, 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六十年, 都没有见过如此清澈的河水, 其实不光是意大利, 中国也是一样。 因为疫情, 工业停止, 公共交通减少, 路上大幅度的减少了车辆, 结果废弃的排放量急速降低, 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完全降低了。 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两幅图, 在左边的这一幅,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许多的这样的浓烟浓雾, 这是在2月14号, 而右边的这幅图呢, 只是仅仅过了一个月, 浓度就大大的降低了。 二氧化碳的浓度, 在这张图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今年的1月1号到20号, 是左边的这幅图, 但是到了2月的10号到25号, 前后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看见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了。 上空拍摄的图片完全地清楚。 太空总署的研究员也对此表示非常地惊讶, 说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 发生了如此极速的戏剧性的二氧化氮的下降。 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改变, 比方说饮食习惯, 现在大家都尽量在家而不去餐馆, 餐馆也不能够堂食, 只能够外卖。 那么卫生习惯也改变了, 我们比平时更加重视清洁卫生, 也叫孩子们洗手要比以前更加的认真。 我们的工作模式改变了, 开始在家上班, 孩子们也要学习在家上课的自觉和自律。 而我作为妈妈,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弄点好吃的给他们。 现在每天我都给孩子们切水果, 然后放在小碟子里, 放上叉子, 放到他们自己的写字台旁边去。 他们都好高兴, 都跟我说妈妈, Thank you! 这是以前他们在外出上学的时候, 我所做不到的。 还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 有,关于教会。 原本我们都说宣教, 但是真的有时间、精力、 金钱到外地去宣教的人并不多。 而现在因为疫情, 全世界的教会都往上崇拜了。 全世界各地的华人, 不光是华人, 外国人也一样, 能够用现代的通讯科技来认识主。 我在中国有一位牧师朋友说, 他的教会是六千人的, 可是上网崇拜之后, 现在有将近一万多人收看他的讲道, 足足多了一倍。 我们教会也是一样, 原本我们有多少人来参加崇拜,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现在呢? 昨天我查看了一下, 我们第一个礼拜的网上录影, 发现在短短的两周之内, 就已经超过了我们平时两倍, 三倍, 甚至四倍的人收看, 而接下来还会一直有人收看。 这是上帝给全世界教会一个急速成长的机会, 是我们宣教传福音的机会。 各位弟兄姐妹, 在疫情的面前, 在害怕的当中, 你数到什么恩典? 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 是否没有那么害怕了? 今天的经文, 主看到门徒有害怕, 主就连忙对他们说,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在疫情中, 在害怕中, 有听到主安慰的声音, 有看到主拯救的座位, 他就在你的身边。 他对你说,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愿主使你的害怕变为祝福。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造我们有人之常情, 我们会感到有恐惧, 有害怕。 然而我们感谢你, 借着我们的恐惧和害怕, 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来认识自己, 认识他人, 更重要的是来认识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在害怕的时候, 我们能够快快来到你的身边, 来祷告, 求你的帮助。 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做出智慧的选择, 不让恐惧来挟制我们。 更重要的, 主啊, 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 让我们在惧怕的当中, 我们也能够学习凡事谢恩。 主啊, 感谢你, 你安慰我们, 你帮助我们, 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心中, 一切那恐惧的黑暗。 你告诉我们,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主啊, 恳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害怕当中, 所经历到的丰盛恩典, 能够成为我们日后, 继续来奔走前路的动力和支持, 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 在害怕的当中, 能够见证, 主啊, 你是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诚心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由于无法实体聚会, 网上转账, 就是我们现在履行奉献的唯一途径。 奉献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 也是我们向神表达感恩的机会。 若您听了刚才的讲道, 有感动参与教会的奉献, 请使用左手边的银行资料, 不要为难, 也不必勉强, 甘心乐捐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您所奉献的每一分金钱, 都会用在神的圣工上, 愿神赐福您和家人。